前一阵子吉打州南部的居邻要建一座全新的国际机场 就像私人融资计划获得批准就惹来争议 大家都在担心它会不会威胁到宾州国际机场的地位呢 那半岛北部有新建新国际机场的必要吗 没有想到今天再次传出有两家公司提议新建新机场的消息 那地点就在槟城威省南部两个不同地方 报道还说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落实 那么现有的槟城国际机场将会关闭 不过宾州首长曹关友这表示不知情 并重申了任何新机场的提案 不能够威胁到宾城国际机场以及宾州未来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针对新报报道指 有两家公司提议在宾城新建新机场一事 宾州首长曹关友今天发文告澄清 他不曾接获任何相关建议书 就连交通部和财政部也接连发文告否认相关报道 财政部长林冠一甚至调侃新报无中生有 企图妖魔化联邦政府 一辆警车在马兴第二通道逆向行驶的视频 昨晚在网络流传引起热议 罗佛副总警长穆罕默卡玛鲁今天发文告澄清 由于当时巡警接回起交通意外投报 为了赶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巡警才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逆向行驶 详细的调查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匪徒趁业者回乡过开拽节期间 抱歉一家位于雪州沙亚南的京店 店内京市几乎全被偷走 损失估计超过500万令吉 警方透露匪徒的干案手法非常熟练 并且熟悉店里的构造 相信匪徒已经观察目标一段时间之后 才决定下手的